今天是8月2日 在我後面就是聖Bonaventure的一個很重要的聖堂 在一三幾年就已經建立了 最初就是方濟國會市的一個Convent 但是亦都撞了聖Bonaventure的遺體在裡面 剛才之前黎薩也都說過 就是聖Bonaventure在1274年第二次李昂的大公會議 到了一半的時候死亡 就撞了這裡原本是他們的Convent 到了1790年法國大革命就將這裡破壞了 大約十幾年之後就再Reestablish成為一個唐區 今天8月2日為什麼這麼重要來這裡呢? 就是因為今天是叫做Pontiocula的一個特別的日子 Pontiocula當然就是聖Bonaventure在Assisi那裡 附近的一個很重要的聖堂 但是今天8月2日就命名了這個特別的日子 就是有大社的 今天特別是探望這個Pontiocula在Assisi 或者是任何的方濟國的唐區 甚至所有的唐區在這間extended 就有這個特別的大社 也有特別能夠悔罪的恩重 我們今天有緣來到這裡 還參觀聖Bonaventure的謎體 我們祈求幫煉獄靈魂能夠被釋放 聖Bonaventure pray for us 因佩合之覺聖神之力 謝謝大家